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强调 如果有人利用网络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情况 将处以100万到1000万不等的罚还 同时也可以终止其营业 而针对台湾大宽平在花莲经营仪式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除了要求业者进行说明之外 也将展开调查的相关作业 而消费者也应该要了解其中的情况 避免自身的权益而受损 富邦集团台湾大哥大旗下台湾大宽平进驻花莲 不过此举似乎踩到红线NCC将搜证是否有违法行为 我们会请你也关注再去了解 那时候违法有广法第五条的规定 那我们会以有广法第五十七条来论出 最高会罚到多少罚还 那就是一千万嘛 上网服务结合影音号称可提供八十个频道抢进花莲 引发NCC关注 NCC今年三月才刚否决富邦凯博有线电视 申请跨区花莲经营 但富邦并未放弃 集团旗下台湾大哥大台湾媒体 还是积极抢进花莲 经营影音宽平上网服务 不过究竟是采用哪一种网络架构 是否是由有线电视头端传送讯号 都还有待离清 打死是说已经复准他不能在花莲做扩大知名区的话 他就是不可以建网络嘛 那他现在是用台湾物网的名义来做 做这个扩建 扩建网络嘛 我们未来直续了解说他的网络的架构 他还有他的营运行为 是属于OTT的行为还是有线电视的行为 疑似游走法律边缘NCC重化表示 任何利用网络提供有线电视服务 都必须取得有线电视的许可 甚至经营最高可处一千万以下罚还 并勒令停止经营 虽说NCC还在调查阶段 但台湾大官民要是无法交代清楚 恐怕将面临重罚 记者综合报道